我们把这个东西再来给大家去捋一下 捋一下什么东西呢 我们再去做这种前后端当中 是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船的时候 来进行船的时候的话 你就要去注意 前端就考虑前端 后端就考虑后端 就相当于我现在在去写后端的接口的时候呢 我就觉得你约定好了 你前端当中无论你怎么去操作 那是你的事 我不管 我就说了你后端当中 要求你过船的时候呢 你就访问这个网址 而且是以pose方式访问 你给我发动过来数据就是json的 然后呢这个数据呢 格式是这个东西 我就约定好了 约定好之后 我后端就专门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操作 所以呢我定义出来这样一个路径 对你的请求方式也是pose方式 然后呢在拿数据的时候呢 我这个数据也是按照json方式来往外去提的 这都理解吧 提完之后的话 然后呢我拿到book id 再去操作数据库删除 然后呢我再给你往回版 我在给你往回反的时候呢 因为刚才像我们刚才考虑到的 你前端过发送过来再请求 为了发送这个json 所以就不是通过表单了 不是通过表单的话 那最终我的这个回 这个函数的返回值 最终就会被前端 那个阿贾克斯所接收到 你就想到一 我的这个返回值 就会被前端的这个阿贾克斯收到了吧 阿贾克斯收到之后的话 那它并不是浏览器直接收到的 浏览器没收到的话 我如果想在这里面 还像我们之前刚才所写的那样的 重新跳转的话 由后端来控制跳转 你就控制不了了 所以只能让前端来进行控制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就像大家这么说的 我们把这个后端试图这里面 返回值给你改变一下 给你返回通知结果 我告诉你 我已经删除成功了 删除成功之后 你前端怎么去做 由你前端来进行决定 我就不再管了 这时候是关于后端考虑 那后端这段代码 大家现在能明白什么意思吗 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然后咱们再来看一下前端 那前端所要做的工作呢 就相当于是说 当我们在这个地方 是在这里面去写了一个 相对应的书籍 然后在书籍的时候呢 这里面是不是嵌入了一个 A标签这个删除啊 那你这个做的工作呢 就是相当于 当你去点击这个 删除按钮的时候呢 前端要做的工作 就是向后端的这个接口上面 去发送请求 那发送请求的时候呢 现在要求后端说了 必须传阶层 那它不是表单格式数据 所以呢 我在这里面就没有再去写表单 直接写了一个标签 然后自己来去控制这个数据 自己来去控制数据的话 那我就得通过 阿甲克斯的方式来进行操作了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 通过阿甲克斯的方式来进行操作的话 怎么操作呢 最主要的地方 就是在于这点了 所以我们就来看一下 对应的这个阿甲克斯了 阿甲克斯应该是大家 在上一个项目当中 是不是也用到了 所以咱们来看一眼 相对应的 下面这个doll.post 是之前你所使用的方式 是简写方式 但是我们说了 后端当中在进行解析的时候呢 这个get Jason要求 你发送过来的数据的 那个content type 也就 也就是要求 你那个请求的 request的那个请求头当中 content type 必须指明是application Jason 所以呢 这个地方 doll.post的话 它就满足不了需求了 所以呢 只能用完整的形式 用完整形式的话 我们一个一个字段来去写 当中的doll.阿甲克斯 是固定的 括号也是固定的 然后呢 这个大括号代表的是一个 尼克克利利 也是一个字典 通过这个字典的方式来描述信息 当中的这个件 都是固定的 都要去记下来 既然今天大家已经接触到了 那就利用这一天半的时间 把这完整形式背要背下来 我们哪怕是做后端的话 这样的一个前段中的阿甲克斯 你是要求必须会去写的 所以呢 uil type data percent type data type success 都是固定的一个值 所以呢 uil是固定的 跟你的请求路径有关系 这个路径就对应到我后端访问的是谁 就是谁 然后type对应的是请求方式 是post的 所以呢 就对于人们post的 然后这里面 data代表是 我要向后端发送的数据 是什么样的数据 这时候呢 我们就要勾到数据了 这个数据 后端要求的是json 所以呢 我在前段当中通过gs方式 先把那个book id拿出来 拿出来之后的话 我把你这个东西放到一个字典当中 然后呢 再通过前端的这个语法 把这个字典 也就是说这个对象 给你转换成json 然后呢 这个学一下 将 js中的对象 转换为 json字不串 所以是通过这样的方法呢 把这个东西转化成json字不串之后 我再放到这里面来 那就相当于 我这次向后端发送的请求体的数据 就是json字不串了 然后呢 在这里面 content type去指明 我给你发送的这个数据的类型呢 就是application json类型的 data type指明 告诉阿扎克斯 后端给我传送过来数据 也是json格式 你按照json格式 给我去解析一下 success代表发送成功之后的 回调函数 就跟你的简写方式里面 function对应上了 所以放到这里面来 那我后端给我发送过来的 确实就是json格式 然后呢 前端就会把它按照json 解析完成之后呢 就变成了一个字典 或者是对象传通过来 所以我们就可以通过 这个对象里面点code的方式 我后端给你传了一个code 那你通过它 就能够拿得出来 这个点 大家是能明白什么意思吧 能明白吗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那其他的就相当于说 你在这个地方怎么去控制 它的点击事件的话 每个人是不是都有自己写法啊 所以我们只是在那里面 给大家去提过了 当你点击这个A标锹的时候呢 给你添加了这样一个 点击事件的行为了 所以如果你也可以按照 你自己之前所学的前端的知识 你也可以按照另外的方式 去给它处理这种点击行为 这是关于这样一点 好 这里面我们跟大家就说了一下 说完之后的话 咱们来去看一眼 如果说我现在要去写 这样的一个get的请求方式呢 我把它给你放到这 放到这 如果是get的请求方式的话 那可就省事多了 我们把下面这个 先给你注释掉一下 然后呢 还是定义为deletebook 然后紧接下来get的这个东西 我给你放到这 显示声明 它就是get的请求方式吧 既然是get的请求方式的话 那你前端当中 传送过来的book id 是不是就不能通过 这样请求体传过来 是不是只能通过 ul网络传呀 所以这时候呢 你的方式就有两种了 一种方式 你要求前端 在给我访问的时候呢 是这个斜线 delete book 你可以给它放到 ul当中 然后呢 以这样的方式去传 那个id 比如说这个编号为一的 然后呢 你也可以怎么做 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 问号的方式 写上一个book id 等于多少啊 这两种方式都可以啊 那比如说 我们现在就选用 这这种方式 问号后面 跟上相对应的东西 book id 跟你问号东西 比如就是book id id等于多少东西 好了 按照这样方式来进行访问的话 那请下来看一下 在进行获取参数的时候 还是要提计参数 只不过说 这时候参数的话 从哪来 args吧 args当中 然后再get一下 就通过这样的方式 把book id拿过来啊 id拿过来 这时候拿出来的东西 就已经直接是那book id了吧 已经直接是book id 然后这里面去删除 删除完之后的话 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操作的时候呢 我给你返回的 实际上是不是也不会是 实际上是json了 而是就像我们刚才一开始说的 我可以让它去跳转吧 由后端来进行控制 所以呢 redirect url fall 然后呢 由后端来进行相对应的跳转操作 比如说对应的就是 这个index 给你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后端写完了 后端写完成之后呢 我们在前端当中 怎么来进行操作呢 咱们在前端当中来进行操作的话 好 我们现在来去看一眼 我在这个地方的话 我把它放到这儿 放到这儿之后的话 然后呢 咱们当前 我暂时先把整个的这段代码 先给你注意到 可以吧 先注意到 注意到之后的话 然后呢 我把上面这个删除 也先给你去注意到一下 注意到之后的话 这是第二个删除方式 你说是删除 get删除 先放到这儿 上到这儿的话 然后接下来咱们看一下 那相对应的 我在这里面操作怎么操作呀 就是直接A标签这个HIF 等于它就可以了 等于我这个路径是不是就可以了 因为你说了 我一点击这个超链接 超链接的话 是不是相当于让浏览器 跳转到我给你指名的路径啊 对吧 我让它跳转到哪 它就跳转到哪 我让它跳转到哪呢 让它跳转到斜线里面的delete 然后对应的斜线book 然后呢 后面我再给你平线上呀 平线上这个book bookID 等于 被大括号渲染一下就可以啊 book.id 我就想让它让你跳转到这儿吧 跳转到这儿之后 那你说的浏览器访问这个网址的时候 是不是就是 比赛的方式访问了呀 所以直接就进入到这里来了 然后就去完事了 然后呢 接下来咱们来去看一下 我重新来去 让程序运行一下 然后呢 咱们重新启动一下 重新启动一下之后 然后呢 我回过头来 去刷新一下页面 刷新一下页面之后的话 咱们先来去看一下 对应的页面的原始数据 页面的原始数据当中 当前我在这里面 咱们看这里嘛 咱们在这里面 右击显示网约原代码 看一下网约原代码当中 我们每次删除的话 这里面完整的URL 是不是就有了 对吧 是deletebook问号 然后bookid等于多少 第一点击删除的话 是不是就相当于 访问这个路径了 后端呢 是不是就直接收到请求了 然后呢 收到请求之后 我后端当中的这个接口 是不是也由浏览器来进行控制 我告诉你浏览器 你给我再重新向到index 是不是浏览器就回过来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相对应的 比如说我再去删除一个东西 一点地删除 然后后来 是不是就没了 这就是关于这种概括的方式